第11007集 这次的事没有让芸汐遭殃 梁心仪心里又恨又遗憾 但是这件事却不能让所有人知道 一切都是她在背后安排的 不然到最后只能是她自己自作自受自讨苦吃 但是没有人会同情她 学校也会因此让她退学 就算她没脸待在京大了 也绝不能以退学的名义离开 否则她的前途竟毁 现在正好有一个让她背过的人送上门来 这件事她也只能这样顺着赶下来了 乔西米你太可恶了 我没想到你竟然这么恶毒 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 你要这么仙爱我 甚至还找人强暴我 你太恶毒了 我 乔西米百口莫辩 事情没有按着她的剧本在演 情急之下 她根本想不出应对之策 梁心仪咄咄咄逼人的质问 直接把她推到了风口烂尖 让她成为了那个 必须为今天这事解释负责的人 原本她计划的和今天面对的处境 出入太大了 让她一时间也找不到两权 又能脱身的办法解决问题 现在 梁心仪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她头上 她又不可能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说清楚 邀请函原本是要用来陷害芸汐的 说了这事 慧连带着把芸汐给得罪了 得罪了还没有什么 可她一旦说了 那也等同于是 直接承认了 今天所有的一切都是她的安排 可若是不说 梁心仪同样把罪名 推到她头上来 她也一样 摆脱不掉嫌疑啊 前后都是死路的困境 直接把乔心铭 逼到了刀口 芸汐这一招可真够狠的 把她也跟着脱下水了 怪只怪梁心仪这个蠢货 做事这么不靠谱 自己遭殃也就算了 竟然还甩锅给她 简直不要脸 早知道会这样 她不出面了 搞砸了自己的话展不说 还把自己给连累进去了 赵雨墨在旁边看着芸汐 不着痕迹地甩锅给乔西敏 一下子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心里简直要为她鼓掌欢呼了 这两人互相串谋 算计芸汐 现在好了 两人都遭殃了 遭殃了不说 还互相狗咬狗地撕起来了 简直是太精彩了 我 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也不知道为什么 会发生这样的误会啊 如今的局面 乔西敏只能咬死不认 毕竟本身不是她做的 她也不会认 梁兴仪 你出了这样的事 我很抱歉 毕竟今天的话展 我是负责人 我也有责任 可你搞成这个样子 真的跟我没有关系 如果你 非要赖到我身上来 那 拿出证据来呀 不然 我可要告你诽谤了 你们怎么回事啊 人群里 已经有老师和辅导员过来了 看着梁兴仪那副狼狈的模样 还有地上那个 被交代绑起来的男人 辅导员开始询问事情经过 梁兴仪披着学姐送过来的雨衣 裹住自己裸露的身子 哭着 添油加醋地把事情经过 告诉了辅导员 乔西敏在边上 一个这样的教区 却是怎么都解释不清楚 很快 警察赶了过来 有警察看到被绑住的犯人 惊讶地说了声 这不是那个吸毒的刘京城吗 听说感染了艾滋病毒啊 你们可得小心点 警察走了过来 询问了一下事情经过后 直接把争执不休 飞拉着乔西敏下水的梁兴仪 还有乔西敏两个人 带到警察局问话去了 好好一个话展 并没有如乔西敏想的那样继续 而是因为 毒品事件 直接终止了 我们去看 我们有救灯 看到我们的行动 我们可以再进化 就是这样的